现在怕的是时间 太迫切了 学习只有转耳纲领 想详细研究 时间没有了 来不及了 如果真地像语言所说的 2012年11月灾难爆发 我们哪有时间去休息 只有一个方法 老师念佛 放下万民求神经的 在这个里面 学真诚 学功尽 我们就有救 学谦虚 我们提出四个词 沉 敬 亲 吼 这四个词能做到 念佛可以往生极乐世界 真诚 恭敬 谦虚 与一切大众 活目相处 只说四个词 说多了做不到 什么叫真诚 这个很重要 曾国藩先生 在读书笔记里面 给臣下了个定义 什么叫臣 他也是佛门 他说 一念不生是为臣 什么叫臣 一念不生是为臣 一念不生是为臣 亲近心的 亲近心是臣心的 是真诚的 从亲近心里面 生起的慈悲 生起的敬意 用这一点真诚 恭敬 学试出世间法 多有大成就 真诚到极出 那是佛经上的话 不可思议的成就 这话都是真的 自古以来 世出世间 老师叫学生 老师对学生的爱心 是平等 但是 老师对学生的教学 是不平等 爱心平等 教学为什么不平等 学生根性不一样 根性深厚 他接受的能力强 多教他 根性下列 接受的能力差 你就少教一点 教多了 他接受不了 老师对学生教学 不同原因在此地 老师没有实行 没有对哪个学生偏爱 没有啊 平等的 学生当中 哪个学生有成就 哪个学生不能成就 老师心里清清楚楚 平等心 凡是人皆学爱 爱心不能有差点 爱心不能有差点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